欢迎来到人整无敌聚宝期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呢 大人哥借我30秒 我要赶快跟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 也就是我们的领红包 赶好年持续进行当中 那么现在加入多送你一个月的会期 那么有粉丝朋友在问他说 这个活动这个好康 是不是只能够这个古莫利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聚宝期也有 所以邀请大家赶快掌握我们领红包 赶好年这样的一个优惠 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来体验聚宝期的威力了 好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利用 我们免付费的针线电话 0800668085 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light 小老鼠DAREN888 直接私讯大人哥 好拉回到今天的台北股市了 我想透过这几天的震荡 大家都实际的感受到 对没错 黑手还在场内 我想这只黑手持续的这样子掌控盘式 对于期货来讲 真的是又一个不太友善的环境 怎么样破解呢 还是要继续跟他和平共处呢 大人哥 好德宇好大家好 我先下结论 当然是和平共处 因为你就是还是得要顺着毛摸 那后续的操作的部分 待会跟大家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先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节目分成股魔力跟聚宝期 那上半段的股魔力的话 其实会跟大家讲一些行情台股产业 甚至像是个股解析的内容 也很重要 看回去 现在再讲的是比较偏向于期货 或策略 一些教学 当然也会跟你讲一些关注关盘的重点 你也要把它看起来 那如果你可以的话 就是看三次看五次随便你看 因为它就是一个完全免费的YouTube频道 那假设如果你真的一些需要协助的话 你就是用LINE用0800来跟我们做洽询 我们就是赶快用赚好年的回馈方案给大家 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数字 因为就像刚刚德宇问到的问题 或者是真的看我们节目的 你会问到的问题是说 昨天外资卖超了782亿元 台股很恐怖怎么办 好我们来讲 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就讲过了 它就是一次性 或者是说它就是一个筹码面 或者它就是一个容易被写出来 因为它第三大 可是第一大卖出之后 台股大盘涨了1700点 台股第二大的话也跌了不少点 那到底这种东西就像是 丢个铜板 赌个几率 期货就像all in一样 不是啦 好像不行这样 不要啦真的不要 期货不是让你all in的 期货真的是让你好好运用策略 或者好好看着现在目前的筹码面的方向 去找到真实你应该要去做操作的方向 所以我也说过了 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依据 绝对都是有评有据 就像你看到的满满这些数字 我们就是每天每天在盯着这些数字 就像你看到的 有啊三大法人 外资真的卖了450亿又卖了782亿元 可是同一时间的投信 在昨天也买了68亿 然后甚或是像是关股的话 两天还买了72加132 所以当外资在卖股票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关股也好 投信也好 正在去做一个逢低承接的 那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他们就是要 也顺便把一些散户的恐慌的情绪 或者恐慌卖出来的股票 给他逢低去买回去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有一些好的股票 是那种机会是等出来的 等着拉回首稳 挫杀抄跌去买出来的 那but但是问题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现在目前的散户多空比 那如果你有盯我每天早上 7点50分的第一则的 拉一则的右上角的记事本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方向 那目前短线上面的散户多空比 因为昨天结算的关系 所以新仓的部分的话 目前还有26点多多% 所以这是比较偏多一点点的部位 那这个偏多的部位的时候的话 它就难免 因为散户反指标再做多 所以它是难免会有压抑 现在目前指数的一些空间的想法 所以这些后半段的数据面的推理的逻辑 才是你要学回去的 而绝对不是你去看那些新闻媒体 跟你说第一大卖超是什么 第二大卖超是什么 我也会统计 西班尼都统计好了给你看了 可是重点是之后呢 重点是如何操作如何因应啊 如何在里面赚到钱啊 如何会懂得这些数据的解析之后 去找到这些方向啊 这个很重要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讲过 我们节目或者是像是我们的Light 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那今天的行情的话 我也跟你回归到操作面的部分 今天的操作的部分的话就是 因为高低只有326跟215 就是区间就只有111点 所以这就是今天对于当初 比较不是那么友善的环境 然后呢就是该跌 没跌又给它涨回去 原因就是因为黑手护盘的意图是明显的 黑手护盘意图明显 而且呢他也在多空交战的关键价 17200这边往下去寻求 17150的关卡的支撑 所以看起来150跟200都守住了 只是在往上的压力的话 17350那边也是一样不给过 所以这就是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 散户多外资卖黑手在买 就比较难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出来 所以今天就陷入到一个对当初比较不友善的环境 是110点的环境 所以今天我们的丰收1号跟丰收2号 我也都直接给你讲答案 今天的话他们又一致了 那本来他们就是一致了 只是昨天比较难得一点 因为昨天可能是结算的关系 所以那个1号赚钱 然后2号被扒到 那今天的状况的话 其实两个都被扒到 所以这个两个被扒到的话 我也都很坦白跟你说 可是我也会跟你说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就是有信心 我们有就是有把握 再赚回来 对可以把它赚回来 原因就是因为 原因就是因为 如你看到的 在今年1月份的契约 在昨天结算的时候 那结算的时候的话 我们都会统计绩效来分享给大家 那这个是波段的绩效 这个因为短线的绩效的话 我就比较没有去做 那个逐笔的去做一个统计 因为有时候你的成本高 有时候你的成本低 然后呢 那个如果你跟我说 你这笔赚钱 然后我统计是赔钱的话 其实那个会有一些落差 可是如果以波段单来说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绝对是看得到做得到 而且每一个人的点位 我觉得都几乎是一致的 所以在1月份的7月的话 我们是赚了7笔 亏了7笔 那获利的点数的话是447点 然后呢金额的部分呢 是89400块 因为其实1月份的7月的话 我中间这一段 这一段在这个框框框框后面的这段的话 其实基本上是被扒来扒去的 嗯 可是它在前面这边有行情 后面这边有行情 那因为就不要让你看到这么精确的数据 但是我会告诉你 我们这是我们的实际的绩效 来分享给大家 统计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也把去年的绩效也都敢 直接光明正大的 摊给你看 你自己参考 你要追求稳赚不赔 不好意思我这没有 但是如果你要追求的一件事情 叫做是赚大赔小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真正的 不是丢筒板那边堵脱空 不是那件事情啦 你要好好的跟着现在目前的航行的方向 去顺着趋势的方向走 顺着毛毛去走 你就可以赚到 像去年我们的绩效就是在109笔胜 然后呢68笔负 那该赚到大的1100多点 你就把它赚起来 可是像12月份的行情的话 那284点 那就只好鼻子磨磨 因为那时候就是黑手也在那边 里面在那边晃啊 那那时候的话 其实涨不上去也跌不下去的行情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的地方 那这些问题 我认为都在长期间的行情都可以被解决 因为我说过的赚多少 不是我去强求而来 我们也不可能一天赚200点 我能做到的事情就是该赚到大的 就不客气把它赚起来 可是如果真的该赚大赔小 就是守住小的 守住小的停损 或者把资金控管好 纪律把它操作好 你就可以做到我们财富自由计划的 最原始的精神 跟那个要指 就是说聚杀成它 赚多赔少 赚大赔小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复利翻倍 把你的部位在据作放大 那你用50万的本金来加我们财富自由计划 我会跟你讲更加的清楚一些 那聚宝期你如果想要用 就好好把它带回去用 因为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这就是真的可以帮你在财富的累积上面 可以帮助你很大一笔之力的一个好工具 那实战班就额满就先略过 因为我的经理人是有限的 目前的经理人都是满满满的 那个实战的会员的部分 所以因为他有量身规划 资金效率的部分的话 就请大家如果需要就来做排队 那还没有轮到你之前 然后如果你认同我们的一些操作理念 或者你刚刚你都看过我们的YouTube 看过我们的交易期货的第一本工具书 你认为期货是你可以来做尝试的 一个好的商品的话 那欢迎用LINE的方式 或者用080的方式来跟我们做相关的洽询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真的邀请大家掌握我们现在领红包赚好年的 这个超大年终岁末回馈专案 现在加入多送你一个月的会期 你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0800668085 0800668085 这免付费的针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LINE8 我们的ID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掌握零红包赚好年免费多送一个月会期的优惠 来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把聚保期这个非常好用的策略平台给带回去 跟着大人哥我们一起赚起来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参考